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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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人在步入家庭之後呢 會有很多的考量 比如說你的家庭的考量 使用需求的考量 那甚至也有玩樂需求的考量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台 KIA的Torrento小改款的設計 就可以符合方方面面的一些需求 在小改款之後 Torrento的前臉造型也和之前長得不太一樣 尤其它的水箱護罩變得更加立體 同時它也保有KIA慣用的Tiger Nose設計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可以看到 還有它的新式場灰 那兩側的燈主可以看到 它有這個Starmap風格的 LED的日行燈 甚至它也有這個LED的主燈 帶來不錯的一個照明效果 那這樣的一個改變呢 甚至你把它放在EV9 就是他們自家的電動車旁邊來看 你會覺得在風格上來講是相當類似 也就是說Torrento小改款 也承襲了新世代KIA家族電動車的一個風格 另外呢在小改款之後的Torrento 也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動力選項 它包含有2.2升的柴油 也有1.6升的Turbo Hybrid的選項 甚至呢兩款車型都有提供 2WD和AWD的選項 尤其是我們今天所試駕 1.6升Turbo Hybrid的車型 它也新增了AWD的系統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試駕的這個車型 好那在車側部分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Torrento它的車身格局並沒有改變 大概也是4米8左右的長度 那軸距部分大概也是2米8左右 那它也提供了包含 6人座和7人座卷項 那以我們今天的試駕車來講 它是6人座的設定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車身格局 可以帶來不錯的一些空間機能 利用的一個效果 在細節來看我們發現 其實在S版的後方呢 你會發現它有一些飾板 Torrento在包含一些窗框或是門把的部分 甚至在後窗這個地方 它都運用了一些金屬色的飾板 來進行點綴 所以你並不會覺得 整個車色的造型是單調的 那透過這些細節上的一些修飾 會讓你覺得它的質感相當不錯 那再來就是這一次 它採用新式造型的輪圈組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試駕車 它搭配的是19吋的鋁圈組 而且是雙色的搭配 而且你看一下這個造型 好像有點像是這種斧頭的感覺 還滿漂亮的 另外在靠近車身下緣這個地方 它也有運用一些 防刮材質的飾板 再加上金屬飾板的點綴 你會覺得整個細節上的成績是非常到位的 小開款之後 它也是透過一些細節上的修飾 讓整台車更有新鮮感 那我們發現從上往下看 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攝影鏡頭 那它是車內的數位後視鏡 它把它整合在後尾翼上面 而且它的廣度也增加來到50度 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後方的一個板件線條 仍然是維持比較方正的造型 但是在尾燈組的部分 你會發現 其實它這個勾勒出的輪廓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呢 在小開款之後 它也其實埋下了一些彩蛋 它裡面有一些橫向的線條 當你踩下煞車燈的時候 這些橫向的線條會更加明顯 那這樣的一個橫向線條 甚至也和車內的皮椅的一個造型 有做出一些呼應 再來就是在下部分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它整個後方的造型 也一樣用一些金屬色的進行點綴 那排氣圍管呢 是採用隱藏式的設計 所以從正常的角度 你是看不到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行李箱的空間表現部分 首先它有電動起壁的後尾門 那打開之後呢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今天的試駕車呢 是六人座的一個車型 如果三排座椅都升起的狀況呢 它大概是187公升 但如果你有大空間的需求 你可以把第二排跟第三排同時倒平 這樣你的狀況之下 它可以帶來2056公升的一個空間容積表現 雖然這次的Sorrento是小改款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改變的幅度 還算是蠻大的 好比說在車內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兩組12.3吋的一個數位儀表 而且這樣的一個數位螢幕呢 包含它有曲面的一個造型 有一點類似於駕駛導向的一些設計 那為了跟進這樣的一個 更具有科技感的一個內裝氛圍 甚至在中央這些冷氣 和螢幕的調整的介面 它也做出了一些變化 你可以透過中間這一條觸控的按鍵 操縱包含中央的螢幕 或者是空調系統的一些功能 同時這一組螢幕 它也支援包含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甚至你也可以透過它來使用 包含360度環境影像輔助的功能 那這對於你去掌握車外的一些狀況來講 是相當不錯的 那在駕駛座這邊 它一樣有12.3吋的儀表 那它透過這組儀表 你可以掌握非常多的一些資訊 包含這個Turbo Hybrid 油電混合系統 它目前運作的狀況 還有這AWD四輪驅動系統 它目前四個輪子 在動力上面的調配 都可以透過這組螢幕來獲得資訊 很特別的是在方向盤後方 這次也有換檔撥片 除了在特定的Sport模式之下 可以進行換檔的動作之外 其實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它現在變成了這個動能回充系統的 一個檔位調整介面 當然它有三段的調整 甚至你也可以使用Auto的模式 來進行動能回充的一個功能 那靠近中央這個區塊 我們可以發現 它也有這個手機無線充電板 然後有Type-C的一些插孔 中間這個區塊就是它的 線傳的排檔座 那在後方呢 它有許多的模式可以進行切換 那包含動態駕馭的模式 它有Eco Sport 還有Smart 那針對四輪驅動系統 它也有這個雪地 泥地 沙地 這些模式可以進行調整 包含電子式的手煞車 抖擴緩降功能 360度的環景影響輔助的功能 還有方向盤的加熱功能 還有一點很特別的就是 它這次也保留這個指紋變色功能 雙前座椅部分呢 其實剛有強調在車外的尾燈組的部分呢 它所參考的就是 椅面上的這個斜紋的造型 那雲上表示說這樣的一個斜紋造型 其實是取自於大自然的一個松葉 它的一個紋路 在這兩張座椅它都是具備電動調整的功能 它也具備這個通風和加熱的一個座椅 那我要講一點就是在駕駛座這邊 它甚至有這個按摩椅的功能 還有一點我很喜歡就是 這兩張座椅有一個無重力的放鬆模式 其實只要透過一個按鍵 就可以馬上出變換非常舒服的一個姿勢 馬上按給你看 有沒有 就連方向盤它都有調整 它可以快速做出一個傾倒的效果 甚至它連腿拖都會自動延伸出來 你要在車上休息的時候真的很舒服 再加上還有氣氛燈 還有FORCE音響 都不想下車了 那我們今天的試駕車呢 是三排六人座的一個車型 你會發現這整個空間是非常的愜意喔 可以看到我和前排的距離 哇大概還有兩個圈頭 不然細節上的呈現也都非常的到位 比如說後排的冷氣出風口 那它這邊也有一些Type-C的充電裝置 那它也有這樣連的功能 後排也有加熱的座椅 然後再加上地板的平整性表現也算是蠻不錯的 獨立的這個六人座的一個座位呢 它中間也騰出了這樣的一個走道 所以當你要進入到第三排的時候呢 你又可以從中間來進行出入 好我們現在幫大家展示一下 要如何進到SORENTO的第三排 來 進去囉 其實還算輕鬆啦 雖然因為這邊兩邊有扶手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以我的身形有點稍微被限制住 但是其實稍微閃避一下 進來的洞線我覺得還算是可以 目前就是坐進去之後呢 腿部是基本上沒有支撐的喔 那但是呢 因為目前這兩張第二排座椅呢 拉到的是最後面的狀況 但即便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呢 我還沒有完全頂到後排的座椅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大的空間的話 其實你只需要請前面的人 幫你把椅子往前調一點 我們去商量出一個彼此都舒服的空間 其實都還算OK 那在後排呢 它也具備包括冷氣的出風口 那它有一些置杯架 甚至你也可以享受有12V的 一個插孔 並不是一個非常虐待人的第三排 好 短途行駛我覺得是OK的 好 我們現在試駕呢 是小改款的Sorrento 那我們今天所分配到的車型呢 是搭載1.6L Turbo Hybrid的動力 它是汽油的版本 那同時也是一款新增的AWD車型 所以它的配備上來講也是最頂的 那在動力部分呢 它可以提供235P的一個最大馬力輸出 是中效馬力 那相較於改款之前呢 其實大概有5P的一個成長幅度 那在扭力部分呢 是37.4公斤米的一個輸出表現 搭配變速箱是六速的手自排變速系統 那有AWD的一些功能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呢 就是有透過AWD的模式調整 你可以選擇包含雪地啊 泥地 沙地 所以再加上這個四輪傳動系統 在一些輕度越野的環境當中呢 可以去做到一些事情喔 比如說你在露營場啊 想要行進一些非鋪裝路面 其實都有更好的一些應對方案 那因為有AWD系統 所以呢 我們在低速起步的時候 還是可以感覺到 四個輪子有在作動的情況 是稍微有一點點這種 比較黏膩的情況 但往好處想 這樣的一個設定呢 可以讓你在 比如說最近台灣常常下這種大雨 在這種天雨陸滑的環境當中 它可以給予你一個比較 穩定的一個行駛感受 那這具1.6升的Turbo Hybrid引擎呢 其實我覺得 就動力上來講 其實還算是蠻順暢的喔 雖然扭力標示的相當的大 但是它並不是那種非常 暴衝的一個感覺 基本上它也是 循序漸進的去給予你這樣的一個 加速表現 那同時也可以透過這個 油電混合系統的一個輔助 帶給你比較平順 然後講求舒適度的一個行駛的一個氛圍 那我覺得一套好的系統呢 就是它在很認真的工作當中 可以去默默的協助你 而且你不會去察覺它的存在 那我覺得這套Turbo Hybrid系統 它就有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當你需要動力的時候 它可以提供給你 比如說你的電動馬達和燃油引擎 同時出力 提供你急加速所需的一個充斥力道 但是當你需要安靜行駛 或者是舒適行駛的時候 這一套動力也可以給予你很平順的一個感受 可以兼顧節能 同時也可以兼顧性能表現 那很特別的是呢 在方向盤後方有換檔撥片 那因為它有 Hybrid系統 所以原廠把這個換檔撥片呢 一方面讓它可以去調整 動能回充系統的一個力道 那你有三段的選項 同時也有 Auto 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它自己去調配 那在 Sport 模式之下呢 這個時候的換檔撥片 它又會變成我們傳統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調整檔位喔 當然也因為這是一款比較強調 舒適性的休旅車 所以它在即便使用換檔撥片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所給予你的還是一個比較平順的一個換檔反應 那我們昨天在聽這個 Kia 原廠簡報的時候 它有提到這個馬達有一項功能 就是它可以透過電動馬達在旋轉的一個慣性呢 去協助車身的動態 好比說當你在減速的過程當中呢 你需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車身反應 它可以用逆時鐘旋轉的方式來給予你在慣性上的一些些許的一些輔助 又或者是當你需要緊急閃避的時候 可以透過電動馬達做到減速的過程 或者是加速瞬間力道的一個給予的一個釋放這樣的一個效果 在減速的過程當中 它確實可以帶給你比較穩定的一個反應 但是它的幅度我覺得相當的輕微 這個概念可能有點類似於Mazda這個GVC的系統 它其實是透過這種比較些許的重心上的調整 來給予你更順暢的一個車身動態 那不同的是Mazda的GVC可能是透過直接的一個煞車輔助 那KIA這套呢是透過電動馬達的一個旋轉的慣性 來達到類似的效果 目的都是希望這台車的車身動態可以更加穩定 然後更加舒適 其實為了要帶給乘坐者舒適的感受 那KIA也做出了很多的一些設計上的調整 包含了針對這個避震系統 底盤系統它給減震抑震的一些緩衝電 它有經過了一些調整 甚至在一些軸承的部分呢 也採用了這些抑壓的軸承 希望可以帶來更舒適 同時也可以降低噪音的效果 那在避震器的部分 它甚至可以針對低頻率的震動 高頻率的震動 讓它可以去主動調整不同的油道 有點類似這種雙油道避震器的一個設計 當然也是希望可以帶給你更舒適的感受 那就結果論來說 就實際體驗上來講 我覺得Sorrento這台車子所帶給我的感覺 第一個是它的體質 車身剛性其實是蠻不錯的 有點類似於這種歐系車的一個感受 那同時在避震器的一個反應上來講 它又並不像傳統的日系車或是日系休旅車 比較這種一昧於偏向舒適取向的一個設定 它還是保有這種類似像歐系車 比較有路感 然後比較柔韌的一個感覺 這是我覺得Sorrento它所給予的一個反應 那你說這樣的一個避震器呢 會不舒適嗎 其實也不會 我覺得它的柔韌反應是給予你 一方面駕駛有信心 同時在乘坐者來講也是一個可接受的範圍 好如果要真的說到有什麼東西可以去進步的話呢 我會覺得其實當這具1.6升四缸涡輪增壓引擎啟動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以感覺到引擎的運作聲響 比較容易從擋火牆穿透到車室 那我覺得或許可以針對擋火牆的隔音再進行一定程度的加強 我相信這台車子它的舒適度或者是寧靜度表現會達到更上一層的一個層次 好那在安全表現部分呢 Sorrento它其實也給予了非常多的一些輔助 ADA系統 那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甚至它也可以針對這個當你在倒車的過程當中 去主動偵測橫向來車的一些動態 如果有人經過的話呢 它會用這個提示音提醒你 甚至也可以進行主動煞停的一個效果 那很特別的是呢它甚至還針對了側邊的地方呢 去加上雷達警示的效果 當你在一些比較狹小的停車場啊 要停車 或者是左右兩邊的車子離你比較近的時候 更容易去掌握車身的動態 好整體來說我覺得Sorrento它所給予你的配備上來講 絕對是非常實用而且很受用的喔 我覺得這是一台很適合分享跟家人朋友分享的一台車子 那對於駕駛者來講其實你也不會委屈 對於駕駛它比如說有這種一鍵傾倒的這種 無重力座椅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給予駕駛者的一個關懷來講 我覺得都是相當到位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地球王機器人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地球王機器人邀您一起上線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